欢迎回来 今天下午一点半 台湾北部地区进行防空演习 也实施了避难管制 那么在演习期间 捷运是正常行驶 但是民众是暂时没有办法离开车站的 这次的演习过程当中 因应H7N9疫情的紧张 新北市特别加入了防疫车 还有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在一旁待命 近空道路出动2000多辆七机车 进行万岸演习 郝学长率领序服团队一一视察 不管是伤患急救还是员工疏散 都是演习的重要项目 虽然我们大部分都能够到位 而且民众也能够配合 可是更重要的 我们还是应该针对 这次演习中间的缺失 能够确实的检讨 同一时间 新北市也正在进行万岸演习 市长朱立伦带头视察 这次新北市出动了 中型战术轮车救护车辆 因应H7N9紧张疫情 这次还有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 在旁边待命 原本明亮的百货公司 暂停营业变成黑压压一片 原先在百货公司购物的民众 以及百货公司的员工 都躲在地下序避难 对于任何有必要的时候 发布任何的这些防空演习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有全民危机的意思 在下午一点半 台北北部地区进行全民防空演习 面对现在H7N9疫情升高 台北之间紧张情绪 如何透过万岸演习防范为难 更显得重要 新唐人亚菜电视 郭云开卢天长张云亭 台湾综合报道